感受向哪個方向 請務必記得點end 刮弧 然後建議各位 這個地方請你不要自己 盡量不要自己打 因為很容易打錯 點11 然後選往下空白鍵 再一個刮弧 請你用這樣子選的 按空白鍵 為什麼因為常常有同學 即便打完之後 奇怪一直卡在這一行 為什麼呢 因為他這邊把它打成這樣子 這樣一定錯 哪裡錯呢 應該X什麼呢 L才對 結果他打成什麼 X1 這樣看得出來嗎 這個是1 1跟L 看得出來嗎 好像是一樣 其實這個是L 同學就是一直卡住 我看半天 奇怪好像沒錯 後來才發現 我問他說你是不是自己打的 他說對 結果後來他這邊打個1 就卡住了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是XL DOWN OK 點R 然後用選的好了 空白鍵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子的話 他就自動會偵測到 這個是103 如果說將來這個數字增加的話 Ctrl向下 比如說我們這個地方 不是在100 假設我們後面再增加幾個人 假設我這邊 Ctrl 先把它複製一下 那這個 假設我們增加到108 好了 108 如果說 108 如果說108 假如說 我們剛剛的方式的話 就會卡在那裡 不過 這個時候的話 如果是我這邊也是一樣 我用那個F8 F8 F8 好 這樣子 那各位可以看到 油標放在這上面 有沒有看到 這個地方取得的就會是108列 也就是4到108列 如果你打103 他就停到108 那這個時候 他會到108 所以呢 我們這個地方的話 直接執行好了 執行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Ctrl向下 他就會自動跑到108 OK 所以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好了 剛剛呢 又增加一個 主要是這個 油標放哪裡 Ctrl向下 取得哪一列 這個 剛開始 可能會比較不好記 不過這個蠻常用到的 那其實 同樣的道理 也就是說 如果你Ctrl向下 可以知道說 你到哪一列 那如果說 你想要知道哪一欄的話 有沒有 也很簡單嘛 A4有沒有 點End X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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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然後取得它的Column 就可以了 如果今天想要知道 這個裡面到底有幾欄的話 點什麼呢 點End 空白 然後這邊有個X ToRight 空白鍵 然後呢 取得的是點什麼呢 點C 打一個C 點什麼呢 點Column C-O-L-U-M-N 這個 也就是說呢 你可以取得列 也可以取得欄 不過這個將來 我們之後再來看好了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這地方的話 就是取得 它最後面的哪一列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喔